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则重要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的最新局势 反对派及其支持者在全国各地集会要求承认 他们的候选人埃德蒙多·刚萨雷斯在总统选举中获胜 选举当局宣布现任总统尼古拉斯·马都罗已略低于52%的得票率连任 但反对派公布的数据显示刚萨雷斯获得了67%的支持率 这次有争议的选举引发了政治危机 导致至少23人死亡2400人被逮捕 国际社会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来解决这场危机 但大多数建议都被双方拒绝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中东地区 以色列空袭加沙导致一个家庭的至少18人死亡 斡旋方对以哈停火协议表示乐观 并提出了缩小双方分歧的建议 这次斡旋努力旨在释放以色列人质并停止对加沙的破坏 加沙的死亡人数已超过4万 并且有爆发脊髓灰质炎疫情的风险 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冲突也在加剧 这让地区局势更加紧张 最后我们来看看香港的最新动态 香港政府在历史博物馆开设了 国家安全展览厅展示一国两制 建国历史及国家安全观等内容 展览特别展示了2019年的反修例事件 并以政府官方口径将责任归咎于黑豹和外国势力介入 不少参观者表示展览内容与他们的认知事实不符 令人失望 观察人士指出这次展览的目的是改造香港人 对往事及国家形象的认知 但宣传力度似乎不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委内瑞拉反对派抗议 选举纠纷继续拖延 美国之音中文网 委内瑞拉政治反对派及其支持者星期六 8月17日在全国各地集会 要求承认他们的候选人 在将近三星期前的总统选举中彻底获胜 被反对派认为 是执政党分支机构的委内瑞拉选举当局说 尼古拉斯、马杜罗、尼克拉斯·麦德罗 总统在7月28日的选举中 已略低于52%的得票率 赢得了他的第三个任期 但前议员玛丽亚、科里纳、马查多 Maria-Karina Machado领导的反对派 在网上公布了据称83%的投票机计票结果 显示该党候选人 埃德蒙多、钢萨雷斯、Edmondo-Ganzales 获得67%的高支持率 这次有争议的选举 让委内瑞拉陷入政治危机 政府镇压抗议 至少逮捕了2400人 抗议冲突也导致至少23人死亡 国际社会就如何克服持续近三星期的选举危机 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包括重新投票 但大多数建议都被执政党和反对党断然拒绝 首都加拉加斯中午时有超过5000多人 聚集在城市东部主要大道沿线 21岁的神学学生 耶稣·阿吉拉尔 Jesus Aguilar 说 我今天来是为了支持玛利亚 科里纳和埃德蒙多的能在这个国家 拥有未来和一个家庭 我们知道在这个政府的领导下 没有任何发展的可能性 我甚至想过试图离开这个国家 委内瑞拉全国各城市民众走上街头 在委内瑞拉西北部 曾经盛产石油的城市马拉开波 马拉开波到格林威至标准时间中午1点 已有数百人聚集 聚集在马拉凯 马拉开的不到100名抗议者 上午早些时候被催泪瓦斯迅速驱散 数百人在瓦伦西亚 圣克里斯托瓦尔 San Cristobal和巴基西梅托 Barkas-Maito举行示威 许多人挥舞着委内瑞拉国旗 抗议标语或选票复印件 反对派消息人士和分析师 这个星期对路透社表示 反对派仍在争取承认其胜利 但随着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转向其他地方 选择正在减少 很多西方国家敦促全部公布结果 但俄罗斯、中国等国家的祝贺马杜罗胜选 美国正4月份 因马杜罗未能遵守有关选举条件的协议 而加大了对委内瑞拉的石油制裁 很多其他西方国家 则谴责选举舞弊行为 但没有显示迅速采取严厉行动的太多迹象 巴拿马总统说 拉丁美洲很多领导人 将在这个周末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 参加该国新总统的就职仪式 并讨论这场危机 本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以色列空袭 打死加沙 一个家庭的18名成员 斡旋方同时希望停火 美国之音中文网 以色列星期六 8月17日 空袭加沙 打死同一个家庭的至少18人 斡旋方几小时前 对以哈停火协议表示乐观 美国、埃及和卡塔尔官员 结束两天的停火谈判 表示希望能达成一项协议 一份联合声明说 提交了缩小以哈双方分歧的建议 预计下星期在开罗制定落实细节 斡旋努力是争取释放数十名以色列人质 并停止给加沙造成严重破坏的战斗 加沙的死亡人数已超过4万 人们担心可能爆发脊髓灰质炎疫情 会谈还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如果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分子 为报复以色列最近杀害武装分子 而袭击以色列 地区紧张局势 有可能变成更大范围的战争 收治伤员的戴尔巴拉赫 阿克萨烈士医院说 星期六的空袭 袭击了扎瓦伊达 Zevida震入口处的一所房屋 和附近的收容 被驱离民众的仓库 很少评论单个攻击的伊军说 打击了加沙中部 恐怖分子基础设施 那里近几个星期 朝以色列发射了火箭 伊军说正继续攻击加沙中部的激进分子 加沙另一个大规模撤离命令 加沙中部部分地区 又接到大规模撤离的命令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 阿维奇 阿德雷 阿维克 在X上的帖文中 提到巴勒斯坦火箭弹袭击 表示马加奇 麦嘎 难民营 及其周边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应撤离 联合国说 加沙绝大多数人口已经被驱离 经常是多次 大约84%的地区 都接到伊军的撤离命令 伊军说 打死17000多哈马斯基金分子 但没有提供证据 加沙卫生部星期六说 至少4074名巴勒斯坦人 在战争中被打死 但不区分战斗人员与平民 停火和落实计划 沃玄方几个月来 寻求三阶段停火计划 即释放人质 换取持续停火 以军撤出加沙 并释放巴勒斯坦囚犯 真主党高级指挥官 在贝鲁特的以色列空袭中丧生 哈马斯最高政治领导人 在德黑兰爆炸中丧生 这让这些努力 在近几个星期变得更为紧迫 以色列和真主党 自开战以来一直交火 黎巴嫩卫生部说 以色列星期六攻击 打死至少10名叙利亚人 包括一名妇女和他两个孩子 以色列说 攻击了一个真主党武器库 一名要求匿名的美国官员说 斡旋方正开始准备 在还没有批准前 执行停火建议 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声明 星期六说 以色列谈判团队向 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Benjamin Netanyahu总理 就可能达成一项协议 表示审慎乐观 以色列一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 一个代表团 计划星期天前往开罗继续会谈 哈马斯对是否接近一项协议表示怀疑 称最新提议 与他们原则上接受的先前提议 存在很大差异 哈马斯拒绝了以色列的要求 包括在与埃及边境的长期军事存在 并在加沙划一条分界线 对返回家园的巴勒斯坦人进行搜查 以寻找激进分子 两名要求匿名的埃及官员说 以色列显示 撤出边境走廊的灵活性 埃及和以色列的军官们 计划下星期达成一个撤离机制 官员们说 以色列坚持继续控制贯穿加沙地带的道路 但美国调解员誓言 要对这一要求做出妥协 以重返谈判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 Anthony Blinken 计划周末访问以色列 预计星期一与内塔尼亚湖会晤 本文依据了美联社的报道 香港开办国家安全展览 前示威者直斥歪曲历史 美国之音中文网 香港政府从8月7日开始 驾位于闹市尖沙嘴的香港历史博物馆 开启占地超过1100平方米 设有6个展区的国家安全展览厅 让公众人士免费参观于一国两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历史 及总体国家安全观等多项内容 据了解展期核实完结的尚无定案 因此会有机会成为永久展览 其中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是 国家安全展览厅设立了特别展区 来展示2019年的香港反修例事件 而且叙事角度完全以政府官方口径出发 将责任归咎于黑豹和外国势力介入 前来参观者不仅是香港本地人 和中国内地游客 包括多个本地中学生制服团体的参观团 和内地旅行团游客 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不少参观者表示 国家安全展览厅的内容令人惊讶 一些中国人参观过后不讳言 说看到的内容跟认知事实不符 令人感到失望 香港政府在2019年反修例事件中 以庞大警力和武力镇压抗议人士 一年实施港版国安法 以法律将意见者判监或长期扣押之后 意见言论在香港公众场合几乎完全绝技 观察人士指出 香港政府开设国家安全展览厅的目的 显然是为了进一步改造香港人对往事及国家形象的认知 不过政府似乎没有在宣传上花太多功夫 除了在历史博物馆外 及附近一带挂上横额 便几乎没有在其他地方看到相关宣传物品 连香港媒体也只有政府新闻网 政府辖下媒体 共产党媒体大公报和文汇报等发表了展览开幕的报道 如此低调的处理手法令人感到意外 全方位论述中共官方的国安史观 主办机构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说 开设国家安全展览厅是为了 让参观者认识国家安全的积极意义 包括全民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加强市民对国家安全的认知和理解 介绍总体国家安全观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激发市民的爱国情怀 鼓励市民积极参与国家安全建设 提高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 带出香港安全社会稳定的现况 展示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 国家安全展览厅设有的六个展区 分别是国安港安 加安民安 祖国与香港 国安与你息息相关 国安立法 长治久安 国家安全 繁荣稳定基石和国安期参与 当中不仅提及香港本土 还宣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和航天科技成就 内容尽是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八股用语 例如在 国安港安 加安民安展区 播放影片 内容是 中国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香港在19世纪 是因为帝国主义侵略和破坏 而沦为殖民地云云 六个展区之中 最具争议的是展区四 国家立法 长治久安 因为内容涉及 2019年反修例事件 港版国安法立法历史 以及港版国安法和外国国安法的一同 展区展出 2019年反修例事件中 香港警方使用的物资 黑豹破坏社会的 相片和香港电视台 制作的国安法宣传影片 展版文字更强调 颜色革命 足以导致政权崩溃 社会动荡 民不聊生 令香港陷入深渊 我们必须对颜色革命的苗头 和守法的高度警惕 所以 港版国安法是善法 是 纸报之乱 恢复秩序批评 人士指出 这种论调跟香港广大民众 及国际社会的一般认知 大有出入 中外游客对内容感诧异失望 来自法国的游客 Jean 因探访住在香港的朋友 而第一次到香港旅游 由于 她对历史感兴趣 所以选择到香港历史博物馆参观 只是 Jean进入国家安全展览厅后 便对展览内容和气氛 感到相当诧异 这不仅是因为展览内容除了重要标题 设有中英双语 其余大部分内容都只有中文 令她看不明白 也因为展览相片内容 令她感到意外 她说 在国安展览上看到的内容 跟当年事件发生时 看到的实时报道的大相径庭 来自广东省某地的匿名人士 由于与自己的孩子们 在隔壁的香港科学馆参观过后 刚巧看到有国家安全展览厅开放 所以顺道来参观 不过看完后 她表示失望 她说 我主要想了解一下 香港近200多年来的历史 但是很遗憾 没有这些内容可以参观 反而是参观了国家安全的展览 我有个人感受 但不方便说出来 整个展览对我了解香港来说 都是比较肤浅 因为所谓宣传 展览对人来说都是洗脑 如果要了解事实和真相 就需要依靠个人感悟和思考 对于2019年香港反修例事件 这位匿名人士表示 虽然身处墙内 但当时仍然有方法知道真相 只是在内地绝不敢谈 到了香港才可以说 不过也不方便公开说 不过她相信 每个香港人 或每个热爱自由民主的人 心目中对整件事 都有自己的了解和评价 只是目前所处的社会 不容许公开评价而已 曾经参与2019年 反修例运动示威游行的吴近衡 坦言事前并不知道 国家安全展览厅的存在 吴近衡表示 早已预计香港政府 会举办这类活动 只是将这个活动 安排在历史博物馆举行 令他感到震惊和失望 他表示 这个展览可以定义为 政府篡改历史的行为 当他看到展览照片后 更直斥展览内容 致素低劣 即完全不符事实 这完全不是事实 根本不是历史描述 是他们自己的评论 他告诉美国之音 虽说公共设施 被毁是事实 但其余的字句 全是没有根据的 什么颜色革命 仇恨政府这些 根本就不存在 当时参与者要求的东西 是很清晰 就是五大诉求 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提及 吴静恒还呼吁朋友 抵制国家安全展览 前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 前香港民意研究所 副行政总裁钟建华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香港政府在这个时候 推出国家安全展览厅 既令人铠叹 香港已完全跟随 中国共产党支下地区的口径 但同时对这事态发展 他也不敢意外 香港现在要全方位改造历史 重塑香港年轻时代的认知 钟建华说 政府设立这个展览厅的目的 一方面是做给北京政府看 说明香港政府有办事 另一方面 这就是重塑 尤其是年轻时代认知的手段 将来每间学校都肯定必须要去参观 甚至可能成为课程的一部分 就算不纳入正式课程 也会是课外活动标准的一部分 共产党主要是希望年轻时代 被他们的解读占据全部认知 亦透过其他方法 令其他人不敢说话 就算不同意他们 那一套也不敢乱说 他感叹道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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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 by bwd6 by bwd6